平梭 你们哪仨死不死回自动变香 没 没听说过啊 哪过几天 我问问猝气气一曲 您这样问 小九能揍死你 别找事了 老板 接上级 楚山又拿出一副银锁 哎呀 还少个旧 楚天楚地都帮带过了 不能重复利用 这不是旧吗 楚地拉着江月的手臂 这比亲旧还亲啊 对对对 楚山将小锁递给江月 大外甥 你和这孩子有缘 给他带上吧 好 江月微微一笑 接过银锁 给小家伙带了上去 三个新生而终 江月最喜欢这个小的 有一种感情 足以超过血缘 小九眼瞅着妻子情况稳定了 从手提包里掏出两打钱 交给岳父母 大家都辛苦了 妈 你替我在隔壁圣里大饭店定几桌 麻烦大家都一步 多少吃点 好 梅敬秋将事先买好的喜糖 又发了一遍 虽然心疼女儿 但女儿还在屋里治疗 暂时不让家属进去探视 只能苦中作乐 以免怠慢了各位 楚山平时沉默寡言 搞娇气这块 还是得梅敬秋 她就不参加了 在医院里看着外孙们 大家都累够呛 跟我走吧 楚爹完全继承了母亲的性格 抱着玲玲 在前面带路 还不忘挖了白伤宁一把 别不识相 该跟谁走 不知道吗 白伤宁看向小九眼神复杂 如今小九又生了三个娃 她是彻底没戏了 同样不高兴的还有白母的 行辛苦苦等了死几个小死 七七妹子死了三个小费前后 一个宝鬼里泥宝都没有 算了 孩子回去睡觉了 我还要回厂子里开会 就先走了 救护车和两位医护人员 就留在这里帮忙善后吧 等七七挂完水 再一同回去 还要给孩子们喂奶粉吧 七七身体这下亏到了 出了那么多血 补都补不回来了 嗯 小九也没打算让妻子亲自喂补 三个娃呢 她那小身板哪里吃得消 两个月内也别浪 谢了兄弟 祝你也早生贵子 到时结个儿女亲家 你是真能扎人心窝子 江月落幕的离开 我们同是天涯轮落人 走 喝两杯去 白商宁对江月发出邀请 今天没空 下次吧 江月看了眼楚弟 对白商宁微微一笑 不如珍惜眼前人 小九只能属于楚七七 天命所归 人为无法抵抗 也许吧 白商宁重重呼了一口气 从今天起 努力将小九从心里取逐出去 一 每天给七七喝小米粥 红糖鸡蛋汤 轮流着来 平时爱吃什么菜就做什么菜 除了生冷的 其他不计 好 我知道了 小月 真辛苦你了 改天 我去看看你的母亲 嗯 他也挺想你 江月勾纯 没眼间略显疲倦 最佳后脏内平好啊 北方面有优秀 死活赔 白公子 要不要把他带车里来 现场配了 胡说 白牧丹一二八子 将手下扇得七荤八素 人家死有才华里人 你怎么该下来 得准走人家 动不动 是 是 是 手下连忙点头附和 江月和梅静秋告了别 准备去小九的水泥带消点 搭个顺风车 七七的三婶和四婶 买了两盘大地红花炮 迎面跑了过来 用花炮把江月围住 就点了火 江月被炸得浑身是洞 他穿的也是的确两 一轮材质 一箭一个洞 烟雾滚滚 贪比灾难现场 过来过来过来 白牧丹从车里冲了下来 一把将江月抱出了包围圈 由于体重的原因 两人最终摔倒在地 又到了回去 被爆竹崩得一阵挣扎 我这是到了什么命 本来他是可以逃开的 背着二尾子一弄 简直斯文扫地 鞭炮声终于停了 江月从白牧丹身上爬起来 顺手拉起白牧丹 哭笑不得地看着 两位慈祥的老绳子 你们这是 小月 父女生孩子有血光 要放鞭炮才能熏走 百无禁忌 红韵当头 本地确实有这个说法 不过江月是不信的 妇产科的大夫 每天不要接生十个八个的 也没见有血光之灾 再说 就算楚七七能给他带来灾难 他也甘之若疑 不过 还是谢过了三神四神 狼狈而不失礼貌地离开 喂 我送你一段 白牧丹开着车跟着 真诚邀请江月 谢了兄弟 但不用了 他拒绝了 迈着沉稳的步伐 走在一片梧桐树下 飘落的梧桐叶 成了他的背景吧 画面美极了 白牧丹突然觉得 自己整天扮许文强 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白公子 回去睡觉吧 晚上还有几个妞 等你去跳迪斯科呢 挑个残残 哪些女类一口鼻一口臭 他刚才和江月 摔在一起的时候 闻到江月身上的味挺清新 像阳光下干草的味道 听说 你们哪仨死不死会自动变香 没没听说过啊 哪个鸡甜 我闻闻粗其其取 您这样问 小九能揍死你 别找事了 老板 小九一直陪在昏睡的妻子身边 精心照顾 只不过旁边躺着的三个小家伙 让他很不爽 也不肯给孩子起名 弟弟 弟弟 我是姐姐哟 喜欢他们吗 喜欢 零零点点头 爸爸 我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回来 零零想把喜悦和爷爷奶奶分享 过几天 梅静秋已经去邮局 打了岳阳电话给陆景拦紧 听到儿媳生了三个男马 顿时喜极而起 隔着电话线 都想给梅静秋磕一个 亲家母 多亏了你 养了个这么好的女儿 下嫁到我们家 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您太客气了 您也不要着急 我会照顾好孩子们的 您受累了 我们现在就收拾收拾回去 电话挂了之后 蓝景和陆景相拥而起 到时三个小家伙 就跟我们一屋睡 对 他们年轻人需要自己的空间 当年他们没在一起 养育自己的儿子 现在总算有个机会 共同养育小宝宝了 我就是担心儿媳的身体 想让他好好恢复 听说带孩子可累了 蓝景还不忘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表示自己并不是明强孩子 确实是为儿媳考虑 琪琪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 是恶行的 阿九 我们的宝宝呢 我就知道 你有了儿子之后 我和玲玲就不是你心里的第一位了